这几年,非常感恩我的案主教晓了我看一些东西。 我留意了三样东西。 一样东西就是笑容。 一样东西就是愤怒。 一样东西就是沉默。 什么意思呢? 原来很多人, 常常都笑, 你见到他。 但是你会觉得, 他的笑容是有点惹的。 现在我看到, 很多人的笑容是隐藏着, 是特意用来遮盖住, 他自己不知道的。 很多的爱伤, 他以前有很多的惨痛的经验, 。 童年创伤那只, 受过打击。 他现在还很坚强地笑, 他现在还很想, 给一个很OK的状态, 给全世界看。 但其实, 他内心是有很多的悲伤。 可能是他自己的, 可能是他关心别人的。 第二样, 现在我学了, 看到的呢, 就是他们的愤怒。 其实很多时候, 发脾气, 和人态度很差, 得人, 甚至是攻击人, 表面上是愤怒。 。 其实, 背后呢, 你猜不到, 有很多的爱。 爱的反面不是恨, 爱的反面是莫辞, 当你无道。 如果他很生气你, 他向你发脾气, 现在我学到, 那样东西, 第一样, 就是他觉得很舒服, 很安全, 可以将里面那些真正的感受, 发出来。 是很多谢你给一个条件给他, 帮到他去发泄。 他的发泄就是他疗愈的开始。 第二样, 他对你, 这么攻击, 这么发泄, 是因为, 他仍然在乎你, 如果他不在乎你, 他不会这样对你。 这个在乎你, 是一种爱的表现, 他仍然是爱你, 他用一些很负性的方式, 去表达他的爱。 他仍然是想跟你维持一些关系, 甚至是, 他内心是很想收到更加多的爱, 和向你们付出很多的爱。 他控制不了, 就用愤怒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三样, 我留意的呢, 就是他们的沉默, 即是不想出声, 整天都缩住, 希望无人注意到他。 所以, 当我们全世界, 去关心他, 问他的时候, 你怎样呀? 好点呀? 现在觉得什么呀? 他是沉默的, 他说不出。 他说不出, 一定背后有很多理由, 可能是他没有信心, 可能是他已经抑鬱到相当的程度, 不想再跟别人沟通。 可能是他很恐惧, 知道呢, 打开自己的心, 是会被别人再插的, 再伤害的。 所以沉默, 是包含着, 隐藏着, 很多很多, 他自己的情绪, 他自己的自我形象, 信念, 怎算呢? 我自己现在明白到一件事, 在临床经验, 我得到的教训, 就是, 他们很需要身体的接触, 他需要触摸, 触摸, 如果有人, 他相信一个的人, 即是老公仔, 他的兄弟姊妹, 亲密的朋友, 可以摸, 他摸触, 甚至和他做拍打, 按摩阳那些, 不是给钱去想做, 它很简单地摸摸它 childhood,摸摸它 很温柔地与它亲密接触 完全不同 有时用多少话,是完全收不到 它潜意识已经焦berry 不信任你的語言, 語言不是一個最理想的溝通方法, 反而觸碰就是, 有巧妙的, 亦都是公多藝術, 想愛心之外, 還要知道很多事情, 明白到觸碰是可以創造奇蹟的, 所以長哥這幾年, 這麼發燒, 想去推廣按摩就是這樣, 希望你都可以享受到, 親人親密按摩的療癒和樂趣, 玩得開心, 病快點好, 個人恢復青春精力, 思想正面, 情緒靚, 這樣就可以了, 多謝你收睇, 有機會我們又再談過, 將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傳給你的親友, 多謝回應長哥, 說這些東西, 讓我們可以相向交流, 好嗎? 拜拜!